七月处于淡季,但今年依旧有大作支撑,和触看体验极佳的新作,古王,巨人,灵魂回归, Planet V任牙,青鱼飞扬,田狼,The Planet V实力新作,暗序推荐任牙,粗广的画风,世界各地超越人类力量的死囚犯,一同越狱前往同一个地点,预谋般的剧情展开,对战斗和故事剧情的发展充满期待,不容错过的硬核动画,动画已放松两极,动画战斗充满悠悠感,Planet V水上物质的作品,从来没让人失望,独特的世界观和脑洞, 股市的发展和思想的传达,永远独居一格,新作的发挥在各种伏笔埋好的同时,已经显露出世界线可能存在的情况,感觉巨大的格局被隐藏,对感情和情绪把握都处理得相当完善,第一推荐,工作细胞,人设和动作制作太好看了,第一集讲述了身体对肺炎练球的驱逐,大概还在学生物得好好看吧,真的有用,血小板太可爱了, 天狼,PA制作,一集和PV观看,招和初年世界观,吸血鬼和猎人史斗争,优秀的人设,流畅的大戏,剧情平稳发展的话,可以作为本季度最佳原创,轻语飞扬,运动题材属于我看的比较少的, 一集客观观看,动画制作的画面十分精良,动作设计制作流畅,镜头语言的处理十分有张力,直接能牵动起情绪,动画表现力极佳,剧情表现发展向高然向,音响效果爆炸, 对第一集看到最后,就对女主的性格和精力产生了极大的期待,对比原作,动画改编的标杆,十分严肃的运动氛围塑造, 银魂,再度放松看一集少一集,第一集还是银魂不正经的风格,却又格外熟悉,巨人三期,7.22放松网韩剑, 对人占更多的制斗,冰长戏份超多,后见女孩,并没有预期中的好笑,PPT是制作过于粗糙,新人声优表现上课,毕竟四开,没当动画作,为艺人原画莫埃,对上电播的话,就当有声漫画看吧, Overload三期,吹斑术碾压其他番剧总和,第一集福利爆炸,碧蓝之海,7.14首播, 就PVT炸,和高松近思的制作不多想了,想一想南高和银魂,客观七月搞笑霸权, 看完一集,番剧组组认真讲故事了,人设和故事的节奏氛围都相当带感,初期给人一点点永生之久的感觉, 谦虚的通学录,第一集表现比较慢,以脑内的吐槽为主,搞笑戏作品,电播对上的话,应该相当不错了, 先枪势,枪板刀难,人设生优都尚可其他, 为我经阿尼多赚点钱,暗制局6期,希望制作智能恢复前期,杀戮天使,四开之一, 本质悬疑狗粮番,摇指比方的街巴球,防文社制作依旧精良的少女XN汤瑶庄的优奈同学, 加戏出包女王,异世界魔王与召唤奴隶的少女,挑战不放下线的Overload, 全是福利对蕾斯小孩记,快把我哥哥带走27,真人和电影同步放松, 说实话漫画并没有get到点,动画还是相当有趣, 剧场,小英雄剧场8月年轻版欧书,昨日清空7.27,一起去蓝溪朝圣吧, C.R. 科技白兰